如果你對她的態度是一個 比較有差別待遇 而且她是差的那一邊 那她就真的會相信 她不是你親生的小孩 這我媽媽就是這樣 我媽媽生出來的時候 她有什麼名字你知道嗎 她有什麼名字 對 好多 以前都這樣 對她影響很重大 就覺得說 你本來就沒有要你的 來得就行 摸起 摸起 她沒有被重視的感覺 所以別忘了 那個取名字也很重要 然後取名字表示你 你對她的重視 然後生下來之後 你知道以前就養不完 家裡沒有那麼多糧食 送給別人 這同樣是 不做同樣是 像送給別人 送給別人 人那邊好不容易生一個了 還給他送給別人